《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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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由李東梅為您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將台灣納入印太經濟架構 態度軟化 俄羅斯告知德國 仍然可以用歐元支付天然氣 東航墜機 遇難人員家屬獲賠金額 引發熱議 下面是新聞的詳盡內容 俄羅斯宣布大幅減少軍事行動之後 接著又承認撤軍不等於停火 澤連斯基也對此回應 烏克蘭人沒那麼天真 要看到具體的結果才相信 澤連斯基在31日清晨宣布 烏克蘭軍隊正準備迎戰 俄羅斯侵略軍在東部更多的攻擊 因為俄軍在向烏克蘭首都基庫推進的時候 遭到挫折 現在正在東部地區集結兵力 五角大樓新聞秘書Kirby說 部分俄軍正在離開基庫 移動方向更加向北 離開城市 多數俄軍仍然在基庫周圍 而空襲仍然繼續 另外烏克蘭國防軍31日 對黑海港市Odessa提出警告 指俄軍馬克洛夫海軍上將號巡防艦 已經在克里米亞 塞帆堡海軍基地 補充部署3M54口徑的海基巡航導彈 根據判斷近日可能會對Odessa 和其他烏克蘭城市發動攻擊 根據烏軍了解 這種口徑導彈以時速800公里速度飛行 能夠攻擊預先編程的目標 也能夠多次改變軌跡 所以很難將它擊落 但防空部隊會密切注意動態 一旦俄軍發射 就會在多個地區同時發出空襲警告 提醒民眾避難 烏克蘭政府說 俄軍畏懼烏克蘭防空火力 不再使用武裝直升機、戰機 而改用飛彈遠距攻擊 任何一個城市都可能是它攻擊的目標 而Odessa是黑海門戶 具有一定的指標意義 烏克蘭的空軍力量不及俄羅斯 但也將俄軍拖入僵局 令他們無法控制烏國領空 烏克蘭空軍發言人指出 他們的空軍戰略是要引有俄軍機 進入防禦陷阱 俄國軍機是在烏克蘭軍方控制的領空飛行 所以烏克蘭飛行員的優勢 就是可以移動防空飛彈 干擾並擊落俄國軍機 同時 美國對烏克蘭繼續提供軍事協助 100架外號彈簧刀 Switchblade的小型無人機 將很快抵達烏克蘭 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 Celeste Wallander表示 在烏克蘭方面要求獲得這些無人機 CNBC報導 如果烏克蘭在戰爭中部署彈簧刀 可能是這個武器在戰爭中最重要的一次使用 這款戰術型無人機輕巧精準 美國在過去多數使用在阿富汗戰爭中 用來摧毀埋伏的敵人或車輛 證明彈簧刀在實戰上的使用度高 這款無人機可以由步兵操作 直接撫衝轟炸目標 被稱為神風無人機 美國軍事專家維納布爾 John Venerable提出 北約提供給烏克蘭的標槍和獨次飛彈 也被證明是最有效的武器 美國需要加倍向烏克蘭提供必要的工具 尤其是在空中才能擊退俄羅斯 號稱精準防疫的上海疫情大爆發 根據當地居民的反映 上海防疫其實是一片混亂 像政治運動一樣的抗疫 勢必造成醫療資源的制度 還有跟著來的人道災難 上海當局堅持不將封城叫封城 而改名叫全域政態管理 有中國網友在微博發照片說 上海似乎已經出動民兵 照片中的人員雖然穿著防護服 但就不是醫療人員 他們的衣服背後貼著 陽報民兵 紅口民兵的字樣 網友說之前上海浪費了半個月 令到基層醫療人員身心疲憊 士氣低落 而民兵不可能用來核酸和補功 只能是負責封控 這樣說明上海連封控都沒有人 在一些醫院有網友形容 現在就是一群疲憊不堪的醫護 將一群貧臨死亡的病人擋在外面 守著一群生猛的無症狀感染者 在玩手機 浦東國際博覽中心的所謂隔離區裡 病人密密麻麻地迫在一起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醫院 甚至爆發大面積疫情 近兩百名跨黨派美國眾議員 3月30日聯名致咸美國政府 呼籲邀請台灣參與印太經濟架構 議員表示台灣是印太區域主要的經濟體 也是美國第八大貿易夥伴 美國有足夠理由將台灣納入 今次聯名致咸共獲得 196位跨黨派眾議員聯署支持 並在3月29日寄送給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和貿易代表戴琪 議員在信中表示 台灣政府已經表達了參與的議員 而且長期作為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 去年以1,14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總額 成為美國第八大貿易夥伴 另外議員也提到 美國供應鏈對中國依賴性逐漸升高 而台灣在美國推動多元化供應鏈上 扮演關鍵的角色 台美自從2020年以來舉辦 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這個對話包括廣泛的經濟議題 包括電子商務 第五代行動通訊5G網絡 電信安全 供應鏈 基礎建設合作和再生能源等 對於台灣是否能順利進入印太經濟架構 希望之聲記者採訪了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嘉龍 吳嘉龍表示 印太經濟架構不僅是追求傳統概念上的自由和公平貿易 而且還考慮到供應鏈安全、網絡安全、地理風險分散等新的因素 特別是像晶片這種戰略物資的供應鏈安全 是這個架構特別考慮的因素 他說這等於為台灣量身訂造 因為講到晶片安全和供應鏈安全 不將台灣納入的話還有什麼意義呢? 美國就是要用印太經濟架構 在印太地區打造一個新的世界貿易組織 而這個新貿易組織有門檻 只會將市場經濟體納入來 不是市場經濟體就進不來 這等於將中共排除在外 將台灣吸納入來 他指出台灣加入有美國主導的國際組織才有優勢 有意義 台灣還是專心配合美國的最新設計 準備加入印太經濟架構比較實際 在國際制裁之下 俄羅斯先前提出 不友善國家在購買俄羅斯能源的時候 必須使用勞布支付 不過德國30日表示 俄羅斯總統普京已經告訴德國 歐洲買家可以繼續用勞元購買俄羅斯天然氣 態度似乎有所放軟 綜合外媒報導 普京宣布4月1日起 不友善國家應該使用勞布支付天然氣等能源 俄羅斯下議院 國家道馬主席華洛丁更威脅 石油、穀物、金屬、化肥、煤炭、木材等出口物資 也將很快切換到相似的支付方式 28日遭到七大工業國集團G7的共同拒絕 其中包括對俄天然氣依存度高達55%的德國 德國政府發言人透露 普京在30日的電話會議中改了口風 他向德國總理索爾茨表示 俄羅斯天然氣需要以勞布購買的法令 會在4月1日生效 但歐洲買家就可以用勞元支付 就像過去一樣 可以轉賬到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 再由後者兌換成勞布 克里姆林宮也聲稱 改用勞布購買天然氣的決定 不應該影響與歐洲天然氣進口商的合約條款 並試圖將用勞布付款的要求合理化 說歐盟國家凍結俄國央行外匯存底行動 違反國際法 目前歐洲約有4成天然氣由俄羅斯供應 為防止與俄羅斯談判陷入僵局 德國因應莫斯科當局的斷氣威脅 更在30日發布天然氣短缺早期預警 將成立危機小組加強監察天然氣供應 同時強調目前公器安全仍有保障 東方航空公司MU5735客機 失事罪委原因至今仍未公開 但遇難者家屬保險理賠已經開始 根據陸媒報導 3月23日 人保財險先行 向東方航空公司預付保險賠款5000萬元 截至3月29日 財產保險方面 城保、飛機機身的 人保財險、太保財險、平安財險、 國壽財險合計向東方航空公司 預付保險賠款1.16億元 而在人身保險方面 目前有11家公司 向遇難人員家屬支付14筆賠款 合計金額1,485萬元 根據BBC報導 根據中國國內航空運輸乘運人 賠償責任限額規定 國內航空運輸乘運人 對每名旅客的賠償責任限額 為人民幣40萬元 因此在這次空難中 當局方面會參照這個數字 不過航空公司的賠償金額 有時會高於法定金額 全球空難賠償金額最高的是美國 平均達到520萬美元 對於上述11家公司支付的14筆 合計1,485萬元人身保險賠款 網友議論說 還以為是每個人1,485萬 14人平均每人100萬多些 老百姓條命就值這麼多錢 都不夠買北上廣一間廁所 除了所有人員的理賠尚未完成 東航墜機原因也仍然在眾多猜測之中 不僅有資深的機師質疑出示飛機 在飛行員配置上存在重大疑點 一步全場為5分鐘 題目是東航技術雲南分公司 撥叉Pickle Fork修理技術的央視紀錄片 近日浮出水面 資深自媒體人江峰在網上最早轉發 目前大陸媒體澎湃新聞網的原始報導 已經被刪除 這套影片由東航製作 宣傳東航公司為了減少營運成本和花費 自己動手維修波音737-88NG撥叉的過程 顯示了東航維修團隊潛在的諸多問題 不少資深人士對這種維修 是否能達到應有的安全和專業水平 持保留態度 東航宣傳部部長劉曉東 否認了今次東航MU5735行班事故 與撥叉組件維修隱患之間的聯繫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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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